飞天积虫专用减7等级69等级59级鉴定了个150级神器 150级神器的上线是1100的布膜1089的巨剑1079的立体双加的剑1079这857最后的成交价成品满神器打完15段宝石是40万 所以159级的武器价格并不是很贵啊 175级的还行 702先用15段宝石乘以25的名众再加上个7021077然后现在是减7打完宝石目色减11咱们模拟减11 出一个3再加641啊少加了一点啊966的33然后咱用了一个39373730用35乘一个零点啊这把我去弓箭的话是在假设现在话我30点57加19.95啊1000老板这把武器没啥太大用 你的伤害确实是已经超越了150级最极限的伤害627对吧但是也仅仅伤害的超越了一点而且还有减命中加奈的武器还没有加利敏的加 这把武器可以用但是不不太值钱啊 可以用但是不太值钱因为他没有达到159级神器的标准啊就有点稍微可惜了一点啊可惜了一点号底子也比较差不能说差号基本就没有底子 现在的千伤跟以前的千伤不是一种一种概念了啊因为现在有1100伤的了这个应该是小猫啊然后管买员那是咱们的粉丝看他们直播一个花66,000一个花66万是201 205和199对吧 苍老师是211 最好的中间这个是中间这个来吧来邀总准备好向老板道歉不是白板特效给我出小猫是特效啊 第一次鉴定2110靠你了苍老师管买员不想被买 项链专用出了 160专用项链 法系的追求法系的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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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追求没有梦想证明灵力不是特别的高啊不过109级大号出了160专用现在已经很有牌面了 梦想被吃掉了看第一个灵力232出使灵力算是真的不错啊 这个可不是1990就是2050我只找管买员打了两个啊 假设他是2050的话他也没少报 常规的非专用最高爆率是1.25专用的话可能1.3 6232出于205这个项链的话爆了1.13不算高啊但是也不低了 235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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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灵力235舒服 不值钱但是爆率挺高232第3个249 我去 249减价267 最距离最极限的能力差距了18.7中可以融练1.5 现在能融练12也就249啊 再减据个12像249再加上个12啊261 225特效没有出啊 腰总厉害腰总得到了100红包 下直播转给你好专用来了 哎呦我去专用是253 253那个灵力应该是199或者205的199 253啊用253除以199啊 是爆了1.27 但是这个项链原身原身低了一点 这个这个管埋原只打了两个一个是2199一个是205 这个号兄弟们给估个价对吧这个号帮忙给估个价啊有一把这样的扇子121节啊你把这样的扇子 550还把这样的扇子525还行的 从这些专用中你们就能看得出来啊到底这个号到底刷了多少钱的装备才有如今这种这些专用 还有无极别类修炼吗修炼应该是17吧这号啊应该是17这原来是 这是乐哥玩梦幻西游的第1个号的嗯乐哥回来玩梦幻之后的第1个号也是第1个区然后当时玩的109啊这个区好像刷了将近 双方被刷了将近2000万了三个蛋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乐哥还不怎么玩不怎么会玩就只会刷啊不怎么会玩你看做起做起都只有一只 然后呢这个 紧急想问一下都没什么剑呢剑是那个去了剑是159的号剑是四星划一的啊也是他玩的第2个这是121的好 21我还有老婆的我成就紧急看你看啊看啊看到没看到没服务器首个鉴定啊这是服务器成就啊